我们来看这道题考察总线的设计以及总线标准 先依次观察一下各个选项 首先提到靠近CPU的总线 那么说明采用的是多总线结构 我们结合最简单的一种多总线 双总线来思考这个问题 最初要把这两种总线分离 是因为IO设备跟CPU之间的速度差距比较大 如果把IO设备直接挂到系统总线上 那么系统总线为了调和各个部件的不同的工作速度 就会把整体的工作频率降低 那么CPU就无法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性能 而把两类总线分开来之后 就可以在不同的局部使用不同速率的总线 在CPU的这个局部就可以使用比较高的工作频率 满足CPU的要求 在IO的这个局部 就可以考虑各种IO设备的多样性 采用相适应的工作频率 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分法 实际上我们对总线的划分可以更细 也就是在不同的局部 都用跟那个局部相适应的总线标准 最终依靠一组硬件来把这些不同的标准 进行转化 这样就能让不同的局部之间实现通信 那么可以想象 这一组硬件需要完成工作 至少有一个就是数据缓冲 它可以把工作比较快的设备 传过来的数据先缓存下来 然后以比较慢的速率发给慢速的工作部件 这就是桥接器的概念 但这组芯片的工作不止那么多 比如它可能还会遇到数据格式的转换 以及还需要传递各个部件的工作情况之类的信息 所以桥接器这个功能只是它的一部分 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组芯片的命名 我们是以CPU所在的方位为北 那么靠近CPU的就叫北桥 靠近远离CPU的就叫南桥 北桥的主要任务是连接比较高速的这些部件 南桥的主要任务就是连接比较低速的部件 主要是一些Io部件 这个简单了解就好 那么A和C我们就解决了 多总线结构正是为了充分利用CPU的性能 而多总线之间的连接需要借助桥接器 主要依靠缓冲机制 接下来看突发传送方式 这个传送方式指的是 给出一个手地址 然后就连续读取多个数据字 那么首先这就要求在内存当中 这些数据字是连续存储的 其次由于我们最初的设计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数据 一次读取只取一个数据 那么为了要新增突发传送这样的功能 就需要增加简单的硬件设计 而这个硬件设计刚好是放在存储器的总线上的 只要简单增加一下技术功能 再放一个判断逻辑就可以 那么前三个都是对的 错误的只能是D 错误的原因在于 这个数据标准它用的是串行的传输方式 接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些常见的数据标准 首先是ISA 最初由IBM提出 这个标准提出的时候 主存和CPU的工作速度是非常相近的 所以它直接做了一套 连接整个系统的系统总线 但是后来的发展我们知道CPU的速度提升非常的快 主存的集成度提升也非常的快 但是速度提升非常的缓慢 那么很快CPU的速度就比主存快出很多 原来的这个总线标准速度已经不够了 所以IBM加强了它的速度 做出一个扩展的版本 通过增加并行的数据位数来提升了速度 但是由于是一个系统总线的概念 这一套总线做下来是非常麻烦的 性能的优化也是非常琐碎的 发展非常的缓慢 所以后来英特尔在提出新的处理器的时候 顺便推出了一个总线标准 叫做PCI使用了一个举步总线的概念 把工作频率提到了33兆 速度也得到了很大的优化 并且PCI总线有很好的扩展性能 它上面可以插声卡 网卡 显卡 以及硬盘的控制器 还能很好的支持图像的显示 但是人们逐渐对3D图像的显示 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而现在的PCI已经不能支持3D图像的要求了 所以PCI 英特尔又做出了一个增强版 PCI的增强版叫做AGP 专门用来做图像加速了 它的特点就是 它是专门用来连接显卡的 而原来的声卡 网卡 以及硬盘控制器 还是放在PCI上面 这个因为它有多个小的版本 而且每个版本当中工作频率 和数据位数 也是有差别的 所以没有具体的列出 它依然是一个并行的标准 除此之外 视频电子标准协会 也提出了自己的视频总线标准 这里看一下 虽然速度还可以接受 但是它的扩展能力是远低于PCI的 所以很快就会被PCI淘汰掉 那么优化到这里 我们发现 这些总线使用的都是并行的传输方式 并行的特点在于 最大工作频率是收线的 这是因为数据在相距很近的这些线上传输的时候 由于传输频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发出的电磁波会干扰其他线上的数据传输 最终的数据是会发生严重变形的 所以并行传输的这种方式的速度提升就遇到了瓶颈 那么要突破必须采用新的传输方式 串行传输 这就是PCIe 虽然它的缩写跟PCIe长得很像 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标准 一个是串行的 一个是并行的 这个e的含义就是超快的意思 而它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3GIO 也就是第三代的IO 那么看一下它的工作速度 跟原来是有天然之别的 这就是关于总线标准的一个主线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各个支线的故事 首先是USB 这个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标准 它的设计思路是 要想办法用这一个接口 就可以连接多种不同的设备 那么通过它的全称 我们也可以知道通用串行总线 它采用的是串行的方式 而我们平时用USB接口设备 都是几插几揉 并且可以带电把插的 大家到台阴电也会发现 一个USB接口可以扩展出来 变成多个USB接口 它的扩展能力是很强的 而我们平时手机充电 用的也是USB接口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给设备供电的 这就是USB的主要特点 再往下是RS这个标准 常见的是232和485 它是一个通信总线的概念 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为了通信这一项功能而设计的 那么既然是为了通信而设计的 速度就只是它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它还需要考虑如何把信号正确的传输 当然也有传输距离的问题 232只能有3到5米 而485可以进行远距离的传输 它的接口设计也是对应到传输协议当中所需要的一些控制信号 比如说接收和发送这些信号 这就是通信总线标准 同样采用的是串型 接下来是几个常见的接口标准 IDE或者叫ATA 它主要是为硬盘和光驱提供接口 而现在光驱大部分已经不用了 现在的硬盘一般是接到下面这个接口上 也就是SATA 大家把机枪打开都能看到这个接口 接下来PCMCIA主要是用来放一种叫PC卡的东西的一个接口 而最后这个 它的设计思路是想做出一种能够连接各种设备的接口 也就是一种智能通用接口 那么后面这些东西都是简单了解 只要知道它是走线标准就行 要注意的就是PCI和PCI-E 一个是并行的 一个是串型的 只要知道现在的速度提升 依靠的是频率不断提高 而频率不断提高只能采用串型的方法 所以PCI要能加上E 只能是串型的 而USB大家都比较熟悉 关键是知道一下它的全称 它是一种串型总线 RS系列是同性总线 重点掌握这几个概念就好 那么这道题讲解结束